老花仪每日一达越做越大 首先接到了第一个外国友人 发过来的一个 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一个话友 他问马来西亚没有春夏秋冬热带国家 适合种垂丝茉莉吗 当然是可以的 像垂丝茉莉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个点 就是说它是一个短日照植物 它不喜欢在夏季的时候强光暴晒 不喜欢那种非常灶热的那种 它喜欢很温润 就是空气越潮湿越好 它并不怕热 好吧 原产之余泰国那边 像广东三亚都可以去种 主要是一定要保持一定的空气湿度 夏季的时候适当的遮阴 完全可以去养护的 完全没有问题 臭包 第一个外国友人 下个臭包说 加百列的叶子都这样的 咋回事 一般叶子背面出现这种 你可以看一看正面 正面如果说没有大问题就没事 一般背面这种 都是出现一些真菌类的感染 大家日常的时候 你像多菌菱之类的 或者小粉药之类的 该背的要背一背 一个月左右来一次 能够起到很大的一个预防作用 你像这种东西不是特别明显 等到明年春天你可以修剪修剪 让它长新的 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问题不是很大 我妈臭包 下个臭包 有机会黄下去吗 需要一直晒太阳吗 你看我这是紧吗 这个呢 是先弄龟为主 这个不是紧臭包 这就是说 它刚长出来的叶子 白白的黄黄的 不是那么绿 这属于很正常 它一个是叶绿素 还没有完全的释放出来 像煤铁铜心蛋 它是同时有些缺乏的 另外呢 这种东西呢 长得长 长得长了之后呢 再长出来的叶子 它总是供不上营养 适当的加肥了 臭包 好吧 别烧死了就行 下一个臭包说 龟为主边缘黑了 是不是冻伤了 不排除 好吧 首先呢 您这个 一定要了解 龟为主呢 是不耐寒的 我就冻死了4颗 总价值将近1万多块钱 冻死了 那天大降温 我们又没来及搬 给冻死了 看一下气温吧 15度以下 就要适当的 做一下这个室内的一个养护了 你这个不可能存在欧根 你看你做的这个 好吧 防水这一块还挺好的 挺透水的 好吧 不排除是冻伤 然后呢 有一点点你浇的水 还是有点多 我看你是怕浇的水多 还垫了一些陶粒什么的 好吧 尽量呢 就是保持略干一些 不要总是浇水 老万一 你看我这番茄该咋整啊 都长这个小疙瘩了 网上查了 说是溃痒病 这个病该怎么整 下面已经黑了 没什么大的一个希望了 臭包 下面已经发黑了 希望不大了 像这种 一定要预防为主 你像咱们家老师给大家推荐一些小粉药 你看一百天用一回 这些事它就不容易出现 现在已经有了 已经病入膏肓了 不值得了 不值得了 呦 还有甲鸡脱布筋这些个杀菌药尽量的多来几种 尽量的给它混合喷洒一下 治一治吧 我以为下面你就这么一点呢 我看上面叶子还有点细 救救吧 另外呢 一定要给出光照 你像养番茄 尤其是种这些瓜果蔬菜 没有光照 你还种 不好种 老花一有个猪顶红啊 花苞没开就黄了 是因为缺水吗 嗯啊 嗯啊 对对对对 缺水了 错吧 你这种这么些干嘛呀 都种到一块去了 一个里面种一个不香吗 而且这种盆很不容易控水啊 你这个浇水 很多的花友说种种球内的不敢浇水 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 干透浇透 只要是不积水欧根 它就没事 出马 好了 今天每日一达就到这了 希望外国的花友呢 也多多的提问 我是逢问必答 我是老花一 眼花正在一 白了